去年 Porsche 为它的中置跑车也就是 718 推出了更加 Hardcore 的版本 分别是 718 GT4 以及 718 Spyder 而如今这两款中置引擎的 NA 跑车终于来到我国了 在外形上这个 GT4 就完全符合了它道路版厂车的身份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方有一个大型的尾翼 然后前方这个前脸造型这个保鲜杆的设计 非常具有张力整个很侵略性的感觉 包括这些大型的这个进气格三设计呢 当然这些设计其实并不是为了好看而已 而是有功能的 像是这个前方的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扰流器设计呢 其实是为了增加这个下压力 而根据原厂表示这样的设计能够提供高达 50% 的这个下压力 而同样的这个大型尾翼也是为了下压力而生 因为多了这个尾翼的设计呢 这一代的这个GT4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 它的下压力增加了 20% 而这个尾翼能够在 200 公里的时候产生多达 12 公斤的下压力 至于在 300 公里的时候啊 能够产生多达 122 公斤的这个下压力哦 而这个大型的这个Decusser 呢 看起来非常漂亮之余其实还是有功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延伸到盒里面非常的深 这样的设计能够产生多达 30% 的下压力 那这样也让这台 GT4 啊 包括前面 后面 还有这个尾翼 这些 Diffuser 的设计呢 产生了 大多达 50% 的下压力 而在轮圈部分呢这个 GT4 以及 Spider 呢分别都是搭载这个 20 寸的轮圈 并搭配 Michelin Pilot Sportcut 2 的这个赛车轮胎 在刹车系统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 单体式的铝合金刹车卡钳 这个应该是大肆火晒的设计 而刹车盘呢则是一个打孔 并且是通风的刹车盘 而你可以另外选择这个 PCCB 碳纤维逃杀盘 并搭配这个前六后四的活塞刹车卡钳 在内装部分呢其实 GT4 和 Spider 都是延续了 718 的内装设计 但是现场这两台车我们可以看到都已经是 升级这个选配的套件了 像是这个 GT4 呢它就拥有这个碳纤维的赛车同意 并且加装了 Club Sport 的套件 拥有这个 6.4 的安全带啊 灭火器啊 以及防滚龙等等 增加车体刚性之余呢也非常具有战斗格 至于这个 Spid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头啊就没有像 GT4 那样突出了 主要是因为它后方并没有这个 Spoiler 的设计 所以整个那个空气动力学要 Balance 一点啦 而后方呢这个 Spider 除了有 Double Bubble Roof Panel 的设计以外 它正为还导入了一个隐藏式的尾翼 能够在 120 公里的时候自动升起提供更多的下压力 加上后方下方的这个大型 Defuser 设计 大大稳定了这台车的这个车位 而这也是 Porsche 的手台导入这个隐藏式唯一 以及后脚下压力的 Boxster 车型 至于这台漂亮的水泥灰 Spyder 呢则是选装了 Classic Pack 拥有这个红黑色的双色内装看起来就比较贵气奢华的感觉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这两台车分别也是升级了许多的部件 像是拥有这个多媒体的支撑引的主机 以及 Alcantara 皮革的方向盘等等 这些呢都是要另外加钱升级的 既然是为赛道而生那这两台车呢自然在底盘部分是非常的讲究啦 首先它的底盘呢是采用高性能的 GT 底盘打造而成 而许多的部件和设计呢也是源自 911 GT3 以确保更精准的操控 同时还采用了轻量化的赛车版前后车轴 其中 GT4 呢它的 Anti-Robot 还可以调整高度 Camber 和 Toe 的角度以配合不同的赛道需求 不过为了兼顾日常驾驶 这两台车还是导入了这个 PASM 电子悬吊系统 而且是硬动版的 并搭配 30mm 的短盘防设计以带来更低的重心 在操控部分这两台车都有 PSM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也就带有机械式的 这个后LSD 的 Porsche Top Battery 扭力分配系统 可以调整后轮的滑差在弯道上带来更灵活的表现 在动力配置部分 7-8 GT4 和 Spyder 都是搭车源自 9-11 家族的 4.0L 水平对卧 6 缸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为 420 PS 峰值扭力同样是 420 Nm 这具引擎并不是直接套用 9-11 GT3 的那一具 9000 转 NA 而是基于 9-11 Carrera 的 3.0L 涡轮增压引擎 拿来扩缸然后 NA 化 缸径和冲程都不一样 基本上算是等于重新设计过啦 而马力也比之前的 GT4 还有 Spyder 高出了一些 这具引擎也导入了 PS4 压电式的喷油 透过极佳的雾化带来更好的排废表现 同时它拥有气缸鞋子功能也带来更好的油耗 至于变速箱方面它则是热血的 6 速短形成手排 拥有 Break Function 自动补油功能 你不会做根子动作也没关系 这样的组合箱 0-100 的加速为 4.4 秒 而极速方面 Spyder 是 301 公里 至于 GT4 只是 304 公里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台赛车机器 那这两台专门为赛道而生 讲究原始感同时又是手排 而且是中置引擎的小跑车绝对值得考虑 多少钱呢? 特别是 99 万 9000 以及 97 万 当然这两个价格是不包括选配的 只能说人都要努力赚钱 因为喜欢的东西很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